大家好,又是我Manchester 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 飽巢啦 怎麼了?我只是想跟騎士合作樂隊 其實騎士不止學騎馬那麼簡單 他們還要在得智、體、群、美力 五方面平衡發展 除了上音樂堂之外 他們當然要深入了解馬的構造 你們有知不知道馬的哪個部分最重要呢? 當然是腳,沒有腳怎麼跑步 一個長標誌 我們的長標誌就坐成這樣 好成功 這是一個小的 這塊 理論課之後就要學騎馬了 不要以為騎馬很簡單 只要騎士平衡得不好 隻馬就會左右搖擺 無疑真實的賽馬情況一樣 還有騎士只要打中個位置 電話就會跑得越來越快 騎木馬丘這麼辛苦 傻的不辛苦必得來世間財 下一集我們就和大家看看騎士有多厲害 進去吧 要加入建習騎士學校 就必先通過九項體能測試 包括我現在做的手壓力測試 記得練習了才好 一定程度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